我大三就准备考研 但是我爸爸生了重病 癌症去世 因为我妈妈没有劳动能力 我们家没有经济来源 我弟弟还在上高中 所以需要我赚钱养家 这不毕业以后 我觉得我可以一边工作 攒点钱然后去读研究生 我今年已经报名了 而且考研的费用都交了 但是我弟弟10月25 查出来是重症 再生障碍性贫血 11月10号之前 有一个现场确认 我就没有去 其实他可能已经参加不了高科了 因为上一个星期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现场确认 他去不了 这个消息我们没有告诉他 因为告诉老大 他心里真的会很崩溃的 因为我弟弟这个病 我怎么可以再去考研呢 我不可以这个样子 我一定要把我弟弟的病治好 我还要照顾好我妈妈 那你这样 你这一生也耽误了 我还可以再向其他的方向 就是这条路没法走了 还有其他的路嘛 只要我弟弟和我妈妈 能够健健康康的就过了 我这个大爹为了我这个家庭 上高山下火海 我真亏欠他 我这个亏了我这个大爹 用不着对我说亏欠 本来就是我爸我妈给了我生命 我 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报答 我爸去世了 责任就应该是我的 个人前途 跟我弟弟还有我妈比起来 这都不算什么